还记得这位检举魔人苏大妈吗 她因违反医疗法被判五个月徒刑 一颗法金十五万一千元 但检方因她烂诉不知悔改 最后撤销一颗法金要她入监一百天 大妈不服两度声明异议 就算法官撤销裁定 但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不过苏大妈办不到的 彰化有为地方妈妈客办到了 靠着声明异议成功救赎 事发在彰化 检察官清查2015年彰化水利会工程 发现当年有四十起标案有问题 其中一名红信包张被扣以黑道挂钩 涉及工程违标案遭判四个月 令病科法金五十万元 但执行检察官裁定 不准一颗罚金 本署检察官认为被告在侦查审理当中 虽然一度产成犯行 但最后是否认犯行 那犯怒态度不佳 而且它与有黑道背景的成员共同回标 所涉及的公共工程的款项 将近九百万元 金额甚高 影响公共工程的品质 任黑路间执行难收矫正之下 红信包商因此在上个月初乖乖入肩服刑 但他的妻子不满提起声明意义之诉 表示丈夫未赚取微博利润 迫于生存 害怕黑道势力未破 才参与本案 加上有三名子女属死养 87岁老母亲也因此愤愤难平 住院病危 案子送到彰化地方法院 法院依据三点裁定撤销 检方不准一颗罚金处分 检察官在指挥执行时 不准受刑人一颗罚金的申请 那就此重大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前 并没有给受刑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那这部分的程序 已经违反讯法所保障人民的诉讼权 而有瑕疵存在 那本院依照原判决的理由中 那已经说明了 那受刑人虽然是 微飘集团的配合厂商 但是依照证据显示 他是因为害怕黑道成员在地方上的势力 那若不配合黑道瓜分公共工程的作为 恐怕会影响到工程的顺利施作 那为了自求多福才甘愿同柳和乌 虽然不可取 但是也不是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另外考量到受刑人他没有其他的刑案记录 那塑行良好 那需要抚养子女跟家庭的生活状况 所以本院认为检察官 以受刑人不以宽待 非入肩之行 难受矫正之效为由 而不准一颗罚金的申请 那这部分的裁量权的行使 有过科之谜 那因而认为申请为有理由 所以撤销原处分 那由检察官认为适法的处理 对于法官的判决 检察官不服决定提出抗告 为检察官依法提出抗告 认受刑人对本案涉案甚深 并非受黑道胁迫 戏与黑道一起从事违标工程 可能导致了公共危险 品质低劣的重大危害 受刑人因为因此换行 所付出的代价 非予以收监之行 难受缴致之下 并无滥用裁量的情况 那本件申官也提出抗告 地方妈妈就这样 靠声明意义就夫成功 但这声明意义到底是什么 简单说 就是人民在抗告时 救济的最后途径 民众只要觉得想抗告 就是想意义都可以 那又怎么吃都一样 其实法院会按照 他应该走的程序去处理 究竟民众权益在所谓的法院 判决之后 在检察官执行的时候 如果执行不当 那民众就是受刑人本身 或者是他的法律内容 或者是他的配偶 就是可以像原来 判决的那个法院 对于检察官 他依照法官判决 那个重刑或者是 这个处罢方式 执行不当的之后 有一个可以定义的同学 像是前总统 陈水扁保外就医 遭法务部驳回 前台南县议长 吴建宝社职棒甲球案 申请一科被驳回 名嘴谢寒冰酒家货还起诉 处分经多年未补缴差额 遭查扣存款 都曾提出声明异议 目的就是对原本 做出裁定的法院 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审视 算是究竟最后途径 但仍否救援成功 还是得看法官 对异议理由认不认同 地方中心 彰化报导